市场上衣服五颜六色 殊不知穿上了身 自己也默默成了水资源浩劫的推手 以全球的燃枕业一整年下来的一个统计 大概需要用水量22.5亿吨 那等同于是11.2座的石门水库的用量 各式色彩就靠燃枕上色 但却得耗水 洗掉未完成反应的药剂 越深色的布料耗水越多 湖内仿制综合研究所就从传统染枕过程中 找到了省水方法 就把它的头位结合起来 白色布料在机台内进行循环性染色 我们把里面的水 钢水浇出来 然后我们就加我们的凹合分散剂 跟一些我们染色的一些药剂的部分 定量的同一根水从染色漆里回水出来 搅拌均匀的药剂我把它打入到岗内里面 上部去做一个循环 进行一定时间的反应之后 再回水再加染剂 前置作业与传统方式都相同 在机台内升温 持温与染色 但到了喜部这个阶段 关键差异出现了 这个是清水的那个平补曲线 这一条是目前染液的那个平补曲线 透过缩细镜头我们发现 两条线越来越接近 代表染液原色越来越接近清水 若再从表格来看 每十秒截取到的染液颜色 也越来越清澈 我们拿两分钟前跟两分钟后的颜色做对比 后面这张明显带了很多 我们是利用光学原理穿透液体的 然后从液体的穿透率之道 领补曲线就算出那个颜色 关键就是这个感测器 能侦测水的色度 导电度与pH值等等 若与清水智慧比对越接近 就代表洗得越干净 老师傅停他们的经验 他可能会先抓了一下 我这个水洗可能要水洗三次 但是到水洗三次的时候 他就要打开机器来看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水洗的效果 是不是有达到他想要的 如果这样的话会重复的水洗 会造成很多水源的浪费 对比传统前处理 染色 固色的过程 通通都要洗布 平均下来一公斤的布 会用掉120公斤的水 牛仔布更多 得要用到150公斤 但若使用节水技术 水量与时间都能省下20% 但如果干脆不要水 可以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色母粒就是关键 环保液室抬头 原液染色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纤维成型的阶段 我们把颜色赋予上去 那我可以省却掉一般传统 布料必须做好以后 以水当作载体 再厚到染色 那这个省血的差异性 可能高达80%以上 简单来说就是拿掉水的作用 研磨成粉的黄色染料 经过稳定化 混练造成黄色母粒 再与一般的白色色粒 餐盒仿出来的就会是黄色丝 不仅省水色劳度也高出半级 仿制所更领先全球 已经做到法规更严谨 对色也更精准的 荧光圆液染色 而在国际间也有不少品牌 发现水资源有势的重要性 像是日本国民品牌新技术 号称制作牛仔裤 能省水99% 全球讽制研究单位 与各品牌齐心 又让水资源永世不灭